我首先必须要提醒这个媒体之中 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非常多 但是对于莫斯科号这边集成的话 我觉得把它隐身或者投射到 其他的这个可能会发生的武装冲突 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理性的做法 因为战争之中它有不同的场景 以及不同的条件 而且这句话之中就听起来就有点愚蠢 叫做辽宁建攻台 假如要攻台湾的话 是要有两栖装载 而不是辽宁建 对不对 辽宁建不是两栖舰 辽宁建它能够提供 是有关这个航空的空中的武力 对不对 它是在这个上面有战机 它可以用航母来达行航母要这个任务 但是问题是就中共 今天要假如要来入侵台湾的话 那它所这个用的 这个就是有没有必要要动到航母 基本上航母作战的话 是用来拒止其他外力的干涉 那个可能会用到航母 但是假如说真正对台而言 那这个距离太近 根本用不到航母 所以基本上来讲 用这个去投射 那只是一个心理上感觉快味 但是就真正军事的 就是理则上完全是没有根据 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蛮穿着附会 我认为它这个媒体啊 自然有些煽情的那个就是言辞啊 希望能够就是说吸引大家的关注 或增加点击率 现在点击率就是媒体啊 去存活必然要的事情 所以雨不惊人 死不休 有这种投射或者这种渲染 这个是很正常的 想象力太丰富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中国海军的这个建军啊 刚刚过73周年的这个建军节 有一些官宣的影片 也让大家看到最新的中国的海军的 解放军当中的一些战力 包括了这个055的驱逐舰 现在有增加到6艘 刚刚下水的这3艘 然后呢似乎003号的航母 就是刚才所讲辽宁舰之外 深冬舰现在又有一个第三艘的 这个航母可能会下水 虽然疫情好像有让它一点延迟 那这个第三艘航母跟前面两艘 有什么不一样 第三艘航母到目前为止 就所有的卫星照片的显示的话 它的甲板结构确实是跟呢 就是前面两艘的山东舰跟辽宁舰 使用滑跳式的甲板呢 其实是有所差别 那它必然呢是用的是所谓的弹射器 来要帮助它的起飞 然后降落的话基本上是相似的 但是弹射器究竟使用的是电磁弹射 还是蒸汽弹射 我们可能要真正出厂那天 然后再啊这个近身观察才能确认 这个航母在上海的长星 到这个长星船厂 江南这个船厂这个制造 其实是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甚至降落这个上海的时候 飞机降落上海 那个全机都在那边照相 所以那个基本上来讲是非常公开 只是时日的长短 至于受到啊 所谓的疫情的影响跟冲击 全球的产业链都受到冲击 没有一个可以幸免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有些是因为供料的缘故 有些是整个工序啊 之间的配合 我认为这个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啊 这个意涵可以去解释 但这个解放军海军啊 对于就是他们船上败不败妈祖啊 原则上在我们的海军之中啊 这个船上败妈祖 大家都是能够体谅 而且能够接受 几乎大家对这个 因为这是对于安定人心 我们在苏澳军港里头 有个海军妈祖 就以前的北方号 就有一个妈祖庙 天后宫 后来海军呢 就收购了北方号 建立了中正军港 也就是苏澳军港 也保留了那妈祖庙 甚至最后还做了一个海军妈祖 非常这个就是 就是很Q版的 所以大家各位啊 这个观众朋友有空啊 可以到网上去找找 所以妈祖对于我们这边呢 中华民海军而言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仰 而且也是一个 就官方而言 也是一个可以接纳的 但是解放军那边呢 其实呢 对于这个妈祖也是相当性 但是呢 因为共产主义的这个 就是说基本上 它的这个意识形态之中 是对于宗教呢 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所以呢 他那个解放军呢 也有人去拜妈祖 对这个 因为妈祖从辽宁 一直到海南 每个人到处都是妈祖标 甚至远到南洋 那那个天后宫多得不得了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呢 就是说他变成一个 就是大家都会去做 但是你不能把它摆到台面上来讲 所以这也是两岸之间呢 海军之间有一个 这个蛮有明显的差别 这共同的信仰嘛 就是说你意思是说 两岸的海军 其实都有妈祖的信仰 只是说台湾比较台面化 那其实中国大陆解放军 也有这样的信仰 只是没有那么台面化 中国大陆解放军 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些信仰 只是基本上来讲 因为共产主义 这个意识形态的教条 对于宗教之间 有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并不接受这个宗教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其实有很多的宗教 他们也有很多 就是关于这个部队的运作啊 这军事的运作 这些的这些禁忌 但是他们不会把它摆在台面上来讲 那妈祖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我们对于这个海上的生活而言 这些人之中的神明啊 其实中国的海神有十几个 那这个每一个的神明之中 他对于陶海人之中 他们就是说去这个圣诞到了 那我们在台湾也有好几个妈祖 然后他都会出来这个寻敬啊 大家也是保平安 然后政治人物不也需要 这个就是贴赋的这些神明 绕境的活动嘛 我想大概就是说 内心大家还是会非常的就是信仰 而且台湾呢 很多地方 根本就是内陆三边 他还有天后宫 这是我们先民来台的时候 一个这个当初度过这个台湾海峡 因为风浪险恶 所以在台湾很多的 很多的天后宫或者妈祖庙 其实不是在海边 不是在渔村 甚至在内陆的农村 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